這是聖經預言 對 那有講到時間 沒有 他有講到地點啊 他有講到地點 可是他沒有講到時間 那災難的形式是什麼 沒有就是我們那七個碗 第一個碗他可能會先倒到太陽 那整個太陽就毀滅掉了 然後呢會倒到那個河水 河水就會變成死人的血 他是這樣的形容方法 應該可以講 聖經啟示錄剛才 互相在講神話 基督徒不能把它視為神話 他們視為聖經 聖典 那那個 他其實他講的聖經 其實是講的是一種現象 他沒有講正確的時間 但末世現象有幾個 跟現在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他剛才吳兄也講到七個碗 所以現在 當時在講那個護碗 你如果從空拍 那個核子環印爐 他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 那個碗覆蓋下來的 核子環印爐 那當時候有人在送 他那個嘛 他那個 所以那 其實不只七個 幾百個啊 當時有人說 有七個 後來現在不只 不只幾百個 但就是說那個護碗的形勢 有人是判讀說 那個是核子環印爐的形勢 那另外就是說 聖經啟示錄 其實他有講一個現象 他說人類到末世的時候 到了末世的時候 會有四匹馬出現 白馬 黑馬 非馬跟紅馬 那紅馬代表什麼 代表戰爭 黑馬代表 幾方 所以人家講說第三次世界大戰 有可能是 水魚跟糧食的戰爭嘛 所以他講到激方 那 灰馬就是後來會死亡 死亡 那只有白馬出現才能救 白馬是什麼 胡鷹 所以他說 你一定要殉族 要不你以後到不了天堂 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講那個 我們翻譯通常叫 哈密吉德頓的之戰 哈密吉德頓其實是 在巴勒斯坦 北方靠近地中海的一個大平原 那 聖經啟示錄 是預測說 有一天戰爭會從這裡爆發 它裡面有講得很清楚 是當戰爭爆發的時候 是天上布滿紅光 它是核子戰爭的一種形式 然後人類呢 可能也加入生化戰 然後人在那個戰爭裡面 眼睛會凹陷 舌頭嘴巴會乾憋 不會痠開了 乾憋 然後 腿那個 肉都化掉了 剩下骨頭 那很可能是生化戰的一種 那東方有一個國家會派兩億人 進入這個戰場 東方國家可以派兩億人 一個中國 一個印度 一個中國 所以聖經啟示錄 它講的是一個現象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激方的來臨 核生化的來臨 帶來了死亡的一種災難 所以人解救只有虎因 那包括中國參戰 它講的大概比較具體的是這些現象 會在中東發生 對中東發生 中國派兩億人去 兩億人跟中國跟印度有而已 來來兩億人 台灣不可能派兩億人去 派得出兩億的 只有這兩個國家而已 有那麼多人 既然美國就全國都要參加了 宗教有一些議員 包括西藏其實也接近 西藏他有一個議員 西藏他們說西藏的南媽 他們有瑤士的功能 瑤遠的瑤 那個近視的瑤士 瑤士就是衛福先知 醫治未來 他們有講一個議員 是說最流行的跟這次西藏 前兩年西藏的動亂有關係 他們講說當鐵鳥飛行在天空的時候 飛機 然後鐵馬奔馳在大地 鐵馬奔馳在大地 高遠以後鐵馬是火車 火車 那個很傳承的一種 然後西藏人將會遭到很大的一個災難 所以他們會留步到世界各方 那順便把藏堂國教傳出去 他們還是很樂觀的 但就是說人家在解讀說 當青鋼杖高遠開了以後 這樣的動案發生 其實這種 他們講說 喇嘛教的議員 是有議員到這樣一個情況 這是一種議員的解讀 那還有李小姐有一種說法說 地球朝著亞特蘭提斯的方向走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依照我最近跟一些人在聊 其實亞特蘭提斯他當時毀滅 其實有些啟示 在中南美洲嘛對不對 其實沒有說法有很多 有很多的版本 1700多個版本 對 那主要是說亞特蘭提斯他是怎麼毀滅 其實是我們可以現在討論的部分 就是說 他其實 他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一個他就是 非常富裕的情況下 瞬間毀滅嘛 有的說法是說 地震 火山 洪水 造成他的瞬間毀滅 本來的講法是說 一日一夜是建田悲慘就沒了 對 其實這部分我其實 我把它拿來跟杜拜來做比較 你知道嗎 因為杜拜其實也是一個 繁盛到一個極致的時候突然 也是因為金融海嘯的關係 那杜拜 他第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市場 第二個他在棕櫚倒蓋了一個 亞特蘭提斯 他把那個東西放到一個極致之後 他變成一個翻版 那我覺得亞特蘭提斯他給我們的啟示說 第一個他是 他其實有高度的文明 所以我其實我們在看說 他有些東西 亞特蘭提斯的他的王國 應該就在現在的這個墨西哥啊 還有這個中南美這個部分 對不對 很多的說法是在白木達山 很多的講法不一樣 比如這家白木達三角洲有很多很多的說法 直播都來一下 對 那重點是說 他其實在很多的文獻上都有提到說 或是在一些資料上面提到說 他是一個非常善用水晶的一個王國 所以其實水晶在這個時候 特別是這三年 我們反而是要重視這個部分 他甚至在亞特蘭提斯裡面 這個水晶的運用不只是用來治療身體 還包括說又把它轉換成太陽的光能 他可以用在整個城市的發電上面 有知道說亞特蘭提斯為什麼忽然之間 一夕之間沒有了嗎 沒有 他在神話故事裡面 是說這個國家 他原本是由海神波塞特所創立的 他們原本是很愛好和平的一個民族 結果因為他們的富裕 他們慢慢覺得有點看別的民族 是一個劣等民族 於是他們就去侵略 於是他們的軍隊呢 一直就打到了希臘瑞典這個地方的時候 等於說是違背了海神波塞頓的一個和平的心意 所以海神波塞頓一路之上 就一把水就把這個國家裡滅亡掉了 這種說法是地震引起火山爆發 然後再引起洪水 然後這個亞特蘭提斯文明是瞬間是消失的 對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那個最後 他在末日之前那段時間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比方說他只過度奢華 過度貪婪 有點像現在這樣 對 過度奢華 過度貪婪 然後那種自私 他甚至於是講說他把科技這個 這個其實本來可以做為好的事情 他把它做成是不好的事情 比方說他會去侵占別人或者是 他裡面有提到一個就是 這個也是在書上提到 就是他是一個反物質裝置 反物質裝置就是說把可見的物質 變成不可見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東西 被人家說是留在百木大三角桌的下面 以至於很多的飛機 很多的很多人在那邊失蹤 那這個反物質的運用 其實他們拿來作為戰爭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以至於這個文明 可能是因為這樣而消失的 對 我補充一下 在柏拉圖人們的講法 就是說在那個神話故事裡面 那個亞太提斯大陸的 他們的首都叫做賽多尼亞 他的首都 那他的首都呢 在現在的哪裡 大概就是百木達三角桌這個地方 對 當然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靠近 比較主流的蔣武老師 在植布羅頭那邊 植布羅頭那邊 所以主教主流還很多人 能為是要直播羅頭 他的那個城牆 很多版本 他的城牆呢 有1200公里 城牆上面都是黃金所裝飾 你看你要把黃金裝飾1200公里 你說他奢侈不奢侈 所以我們剛剛 因為他提到說 杜拜 杜拜的奢侈而滅亡 所以他會有這個預言 還好耶 杜拜我們上次講 那個酋長皇宮飯店 他全部貼金箔有沒有 那個金箔都薄薄的嘛 他整個飯店貼完是用了 也還好才22噸黃金 那1200公里呢 我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自己 顧應你啦 差不多啦 他那個飯店用22噸的黃金 貼金箔 而且還有琥珀 還有其他的寶石 就把整個1200公里的 這個城牆給裝飾起來 所以他是非常奢侈到不行了 所以我們 其實上次那個楚士營不是有來嗎 楚士營不是講到說 美國的印第安人 就原住民 其實對於未來的世界 其實對於他們的預言 那剛剛講到西藏 剛剛講到那個歐洲的那個 最偉大的預言家 講到我們的推背圖 那還有什麼 剛剛也談到聖經 那還 劉老師還有什麼 是有去預言這個 2012年的世界 比方說種族或者是書籍 其實其實剛才 洪宜講的是屬於 美洲的那個印加文明體系 印第安人的 那瑪雅文明其實就是印加體系的一種 印加印第安人的一種 那時候比較有名的文明是 阿斯特克跟瑪雅文明 那2012其實瑪雅人發明出來 那他是怎麼算是 2012會有這個預言 他其實算法是說 因為瑪雅人的紀元 後來開始紀元是 西岩前3113年開始有紀元出現 那3113加20 要到2012 中間要經過5125年 那5125年這個數據 所以人家說瑪雅一元 人家會有時候很信服他的原因是 以瑪雅人當時那種時空環境 那麼幾千年前 天文學根本還沒有發展 天文望遠鏡也還沒出來 你如何觀察到5125這個數據 那5125數據 這現代科學家的一種算法 它是什麼 它是那個地球 以地球的運轉 經過那個銀河系的叫銀河光束 銀河光束的橫切面 你地球運轉過那個橫切面 剛好要5125年 所以如果以你那種天文學的 以前那種天文學的知識 跟沒有那個科學技術 你如何觀察得到 人家說瑪雅也有預測 像今年不是有一個日全石 對不對 它也有預言到 這個日全石 日全石島還比較多人預測到 它就說可以預測到2012 這麼銀河系的銀河光束 那個怎麼可能判讀得出來呢 而且它裡面 我們謝謝休息 來 我們謝謝休息 謝謝